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小翔哥哥 今天小翔剛來到東南之城 就發現旅場旁邊有幾個人在打小翔 看裝備這兩人等級不高 小翔輕鬆鬆就把穿眼鏡手的秒殺了 另外一個人見隊友倒下想逃跑 被小翔追上後一槍打倒 打倒以後小翔再來看一下這兩人叫什麼名字 原來他叫惡龍咆哮 咱們再來看他的營地 說不定還能匹配到酬盈 白茶清光 他真是那酬盈啊 是啊小翔還記得 之前白茶清光的阿峰有點懶 安排了內奸來刷小翔的腳 當時小翔還氣氛沒有抱刷甲之手 現在終於等到機會了 跑回遇場發現營友來救他們了 小翔當然是不會給他機會的 既然是醜盈那咱們就放開手去了 這後面還可以偷襲小翔了 那咱們就直接一風打倒 還是看看阿峰有點懶吧 他才有主要的重燃 小翔現在就來熟一熟看阿峰有點懶 是不是還在這個營地 果然他還在這個營地只是不太近 他說他已退會不會已經退了啦 希望他沒有退不然小翔就沒機會報仇了 等了半天也沒進到上行 那小翔只好先在這裡掛一下機 拿出內奸號加入這個營地 你就是準備椰阿花牙了嗎 小翔想要內奸 讓小翔去阿峰有點懶架 可是弄了好幾個內奸號都沒進入這個營地 看來這個營地的整體就很高啊 哎喲你前面來人了 還真的想躲在這種偏梯的地方 他們都能找到小翔 看來這個營地有大哥的視野 居然只能先爬上高台跟他們的 我發現你老跑到高台上 沒辦法 翔可不想在下面飛雪的集火 爬上來後他們又在場景裡口愛小翔 儘管如此小翔還是留在上面跟他們打 上來一個翔就直接打倒 前面那個拖鞋被喜愛打倒以後還自嘲了一下 不一會就被人扶起來了 想再把他打倒一次 然後再打扶他的那個人 小翔也正奇怪那個人在打誰 突然又爬上來另一個人 不過沒關係他們要麼就是爬上來被喜愛打倒 要麼就是排班被喜愛打下去 還有爬上來自己挑下去的 這波超級小翔就沒搞懂了 至少要等小翔開了槍再跳下去吧 打倒他們以後小翔也先不跟他們在這玩了 多個攬車去別墅玩玩 小伙伴們如果想知道小翔後面發生了什麼 歡迎關注小翔了解更多哦 我是翔我們下期見拜拜